正式開始了 王玉璃要面對的低迷打者是林立 攻擊上面好像更成熟了一點 出棒打了一個反方向的飛球 來看看外野手敢不敢的到位呢 在落地之前 此次上來呢 是一個中外野的飛球 就可以牽制跑者出局 保持著局局有安打的一個狀況 好像在比較腳尖那個位置 反方向的推擊 結果出到界外 靠近身體 再 哇 結果走外腳開後門 林立遭到了三勝出局 一開始就被打成的大局 以先抓出局處為先 中間方向的平非安打 那林立在這支安打打出來之後 也是跨際連續22場比賽喔 都能 兩個球 提前落當中 有五勝 反方向的推擊 結果是直接進到了正 很好投球局處也不長 反方向的推擊 結果直接飛進了手套 勉強碰了一下球 打到了二壘方向 跑給補位的遊擊手 再往一壘船 一開始來講幾乎快被吊中 對 在轉傳的過程當中 並沒有浪費任何時間喔 是靠著滾動的速度 跟打者的腳程 所以說才避免遭到雙殺的結果 顧志傑拉回來在二壘方向 二壘手接到之後 穩穩的傳向一壘 行程兩人